晚安 晚安 收看2月7號的台視 五間新聞 我是吳凱文 計程車司機成了強盜犯 台北市民男子酒醉搭計程車回家 因為車子的問題跟問獎爆發了口角 男子不但被打傷 他身上了4萬多元也被搶走 頂著傷勢在半路上攔警車求救 警方在一個小時內就逮捕到司機 但搶來的贓款只剩下1萬多元 警方京城開車巡邏 但路邊一名酒醉男子浑身是傷 半路攔車求救 又讓他幾分鐘前跟計程車司機在路上發生扭打 自己慘被壓制在地 而且身上戴著的4萬多元還被搶光光 你有沒有戴什麼違禁品還是什麼之類的 可以說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來 你外套都脫掉 放你的車上 警方獲報後 一個小時內在附近路段找到了計程車司機 他坦承剛剛搶了錢 但是贓款只剩下了1萬多元 你說這疊錢是誰的 他的 這一組是他的 他把我的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你說這一疊錢全部都是他的 對啦 上個月19號清晨 北市這名無姓男子跟朋友飲酒歡唱後 搭小黃回南港住家 不到下車時 因為車司問題跟司機爆發的糾紛 受害人堅稱已經付了700多元 還說司機發現他身上攜帶了大筆現金後 就趁機刑場 但司機反咬男子沒有付錢 還酒醉鬧事 他才會搶錢洩分 而且公稱自己擲場了1萬多元 訊厚被衣 強盜罪嫌移送捐辦 聽到吵架聲本來要出來看 我以為是要醉酒的人 是後來放台之後 給計程車司機跟車子吵架 聽查本案犯嫌是因車資問題 與被害人發生口角糾紛及肢體拉扯 進而搶取被害人身上財物 真相違和雙方說法有出入 但打人搶錢是事實 被害人也沒料到搭車回家 載他的司機竟然變成了強盜犯 記者稱讚張士奎 台北報導 再次拍照 謝謝